黄天一向甲联赛又下出一盘经典神局 直播间又沸腾了 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 红旗呢是刀斧手成名 摆了个当头包 黄天一呢把马跳 红旗上马之后 黑旗出狙 红的出狙 黑旗选择了一个强挺七族 那红旗势必是过河狙 黑旗挺风马 红旗挺兵 黑旗呢在这里 两种主流下巴 一个是平炮对居 一个呢就是佐马盘河 红旗上马之后 黑旗呢高红旗 高红旗也是现在佐马盘河 最最流行的套路 以往呢是补个三项 冷气的变化呀是补七项 那他在这上马之后 红旗最早的呢 对付这条旗啊 是走并武进一 还有炮八进三 现在呢多是走这个平局抓一下 黑旗踩进去之后呢 红旗再上马 实战呢他走得非常稳 因为毕竟是面对第一人嘛 稳自当头 他选择把局退回去 避开你这个充足的先手 那黑旗踩进去 然后呢红旗在高炮打 逼着让这个黑旗啊 对子来讲话 黑旗踩掉 红旗呢飞一个相 黑旗呢再过来霸王局 由于这边是五个鞠炮 平过来呀侧影 红旗呢就平炮 瞄露你的三路线 以后呢还有先手量鞠的手段 黑旗呢就平过来 腰队那红旗肯定是喜欢对调 毕竟下不过人家吧 大高手第一人 能对子肯定是很乐意 然后呢出局 盯住你的炮 你要是打马 那他吃你的炮 你再打个马 他再吃个马 那这样讲话完 你肯定是赢不了了 第一人肯定是不这样干 退一手炮 红旗呢就上马 黑旗你要是现在充足呢 他跳过来抬马呀 这又是一部先手 黑旗呢先飞个下 那红旗也是跳进来 瞄住你的小马 黑旗呢先把炮甩过来 聚双炮 三个子啊都集结在你这一侧 你这边可啥 一个大子都没了 所以说呢红旗啊 赶快高一步拘 侧应这边 也防止你啊点下而现 那黑旗呢就选择 进炮大马来骚扰红旗 红旗呢就忍让 黑旗呢也先做一个 外退 红旗呢就打掉族 再又瞄着边族 他选择了一个挺足 红旗呢还是准备交换 挺炮 黑旗高居来捉 红旗呢就平居过来 跟他对捉 他也吃 他也吃 这个时候呢你还是不能进足 因为红旗呢 有一手卡向眼捉马踩向的手段 所以说呢黑旗啊 先做战略性的败退 调整位置 红旗呢也上马 红旗再进马 红旗这时候选择了一手高居 黑旗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呢 选择了 红旗 这个旗呢就红旗就非常难受了 左右为难 你不吃吧 人家过来一个族 你吃吧 那以后这有丢相的风险 纠结了半天 最后啊还是硬着头皮吃了 那黑旗呢一个闪身 这边捉马 这边打相 红旗呢就进个兵再说 也找点补偿 打一将 然后呢 他又一个闪身 行过来 他并没有选择平到这儿以后来四边炮 平到这边来 红旗呢选择进兵 一起进足 红旗吃掉 红旗这道吃足啊 应该说是一个刺激错误 他应该先进吧 天津马他也不敢吃鸡 对不对 要不然这一个挂江还抽着这个鸡呢 他就想呢直接吃掉了 那黑旗呢这个马呀跳上去了 红旗呢他又回来了 那黑旗这时候选择平过来 下手就准备平边炮了 出来 那他先不许说是 红旗呢 既然守着守不住了 那干脆啊 紫旗亚都往上推进 准备啊放手一搏了 飞旗呢就选择了一个 定底鞠 准备啊碰点单山 红旗上帅 飞旗又退居 红旗呢 进一步编冰 飞旗选择平边炮 红旗回向 准备啊以后飞个高下 把你抵住 飞旗呢就退炮打马 那红旗呢选择 马五近期 飞旗点两张 再来一张 然后啊把炮刷过来 这就啊准备啊 左右开火 两边闪击你 空旗这时候顽强一点的话 他应该是回个马 把它给抵住 这样呢 比较稳健 实际呢他就选择了鞠退一步 可能是觉得这个鞠呢 现在啊被这马挡住 他没办法侧应 他准备啊退一步 这个路线比较灵活 那黑旗呢又来一张 红旗你要下底 这一张又把底项给你吸入 选择了上三楼 那黑旗呢就退炮 红旗呢进马 下一招啊准备扑槽 那黑旗呢值个试 挤住他 这起羊角式不怕马来将 红旗的此地啊都往前推进 再补一手 然后啊红旗腾出来手 揮个高相挤住这个马 被其呢退居 红旗回马 被其在浸泡打 红旗无奈就把相落回去 被其腾出来手 吃掉一个编冰 以后呢这个编族啊就可以过河发挥作用了 红旗这个老帅啊太高了 我们经常说了 惧怕低头降怕高 怕这么高 它是非常非常危险 还有苹果来 红旗呢选择来一手回事 一起退炮 准备啊以后给你刮个中炮 帽子给你扣上 还退回去它要把马抵住 那它又扣个中炮 以后这就要进马来一下了 赶快平过来 这起呢你看这个骑马炮 现在呀杀不破人家 人家现在骑双马在这里死守 他就准备呀再派一路大军 准备呀边族挺进 黑其知识 黑其禁足 东西下帅 想啊老将归位 你想想黑其会给他借机会吗 来一将 再来一将 请上来 然后呢炮足 其无奈往里面 空气无奈呀就往里面奔马 其其平一步 同的呢选择了这个马五退六 准备呀对子 推其将一下 然后啊平炮要一部杀 空气只能知个事 其再来一将 让他这个老将啊归位 然后呢回马 这个骑肯定是不能交换 这个 骑马炮 那阻杀 会比较厉害 你一旦把马对掉 你的骑炮不成骑 我们经常说了 尤其是现在正处于进攻的态势 不可能去给你对子 同时制造势 这几个小卒啊就往里面靠了 同其呢选择了一手回马 飞其呢来一将 同其就非常尴尬了 你这个事你往哪里去呢 你落下去 这事又丢了 他选择了一手知事 这招知事看似把事保住了 但是呢飞其啊在这里又出了一部神仙招 可以说是天外飞仙 一招锁定圣局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飞其在这里走了一部什么旗 红旗啊当场脑袋挂得嗡嗡响了 走到这儿 飞其啊来了一手 妙手宋族 平族捉住你俩 你怎么办你不吃也得吃了 你不吃把锯淘开 人家也是吃了你干嘛 那他就只能是把嘴踩 哎飞其呢 飞一将 然后啊 平炮一打串 这个 红旗啊就后子认负了 因为现在 串串香了 你这个一落势或者一躲锯 人家把你 马一打 白吃你一个 经常狙马炮 对你狙马 你事项不全 带一个对手 可是王天一啊 这个早早的头子正负 还是比较明智的 我现在就刺了 predic法